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好了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療劑 Calcaria Silicata 直酸鈣 這個療劑 直酸鈣很明顯是一個 由直和鈣組合的炎 所以在精神狀態方面 我們可以這麼說 它具有鈣和直兩種精神狀態 鈣這個型的人通常是沒有安全感的 需要保護 還有直 這種人是喜歡維持一種特別的水準 標準 那種直酸鈣的心境就好像這樣 就說我一定要維持一個水平 我才能夠拿到我的安全和保護 我需要的保護 其實那個處境就是這樣 通常直酸鈣 通常是一些青春期的年輕人 可能是一家中等家庭出身的年輕人 這個年輕人通常感覺到 他的家裡對他有很多期望 他感覺到他需要一些特別的水準 從而得到他父母的設立 因為他是需要父母給他的安全感的 直酸鈣的病人通常是對貧窮有一種恐懼的 他們對用錢方面會特別小心 他知道如果窮對他來說是有點不利 所以他們是需要一種開始慢慢變成一些屈服 即是他不能夠站起來 對自己的要求 作出自己的要求 他們不會的 他們遇到這些問題 他們屈服就會逃跑的 所以直酸鈣的人沒有好像直酸鈣的人 是那麼固執的 直酸鈣的人比較固執很多 由於需要維繫一個特別的水準 直酸鈣的人通常是對被襲碼特別敏感的 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跟那個 那些藥的飛燃草相比的 這兩種藥通常都是有極之敏感的 這種的對襲碼敏感 是令到他不敢對抗 因為對抗而可能被人炒魷 所以他一定要維持 那些人的上司要求給他的水準 那些人很多時候會變得膽小 害羞小、害羞小、害羞、屈服 還有猶豫不決 很多時候 因為這些是會幫到他 當然他也有很多期望、期待的焦慮 例如考試來臨 或者要面試 或者要見人 或者要開始一個新的工作 對他來說都會產生焦慮感 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他需要一些人支持他 所以他就會找人去支持他 相信人 或者去找一些心理輔導 他覺得是需要的 好了 直酸鈣的人 亦都對健康特別焦慮 例如年輕人 可能在診所裡 在這裡等很久 一直在擔心自己的咳 或者傷風 或者感覺會不會自己 擔心有沒有心臟病 這種情況 令到他有一個藉口 可能他做事沒有那麼好 成就感沒有什麼成就 以及很依賴別人 因為他覺得自己身體很多病 很虛弱 在這方面 直酸鈣跟直和非燕組不同 他們會去找醫生 一個病人 恐懼自己有些嚴重的病 但是 意識下 他覺得 可以不用做事 因為他有一種嚴重病 但如果你告訴他 其實你沒什麼事 他反而覺得不開心 你沒事的 有一點矛盾這方面 好 在這方面 由於 這個療劑 在 社交方面 經濟方面 都很依賴 這個可以跟 另外一種療劑 這個療劑 這個療劑很相似 如果養他的人 過身 直酸鈣 就會進入一個很震驚的狀態 他突然間不知所措 突然間他父母 或者照顧他人離世 但他可能坐在那裡 什麼都不做 也感覺這個人還未死 可能跟他聊聊天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遇到一個情況 當一個丈夫過身之後 他太太很可能 過於感情上 經濟上太過依賴他 他仍然想像 他還在旁邊旁邊 是未走的 好了 那 炭酸貝 那個 Berita Card 和那個 直酸鈣 這兩個療劑 都是屬於一種 我們叫做 已經沒有什麼用 已經被廢了的狀態 OK 那 直酸鈣的被廢 那種感覺 即是說 他沒有辦法 達到他的父母要求他做的事情 而另外的 就是 那個 Berita Card 這個炭酸貝 他這個又是屬於一種叫做 被廢了的人 通常他就不會找些什麼的藉口 總之他就接受到他是這樣 他就沒有辦法去達到他需要的要求 直酸鈣呢 他自己知道他需要有些成績 有些成就的 那通常在他的那個處境 通常在金錢方面的 那他需要去賺錢 但是他發覺 他那個目的太高 他未必做得到 但是他仍然是需要經濟上依賴人 所以他慢慢變為一個很軟弱 還有很被動 很被鬱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時候 直酸鈣的人 是沒有什麼成就的 雖然他來的家庭是對他有要求 但是他家庭也都給他很多的資助 所以他覺得是沒有什麼需要的成就 那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直酸鈣的人 是會掙扎一輪 奮鬥一輪 但很快他就放棄 那很多時候你會看到這種狀態 那直酸鈣也都有個症狀 他在發夢那裡 就很焦慮的夢 很不安全的夢 那夢裡面 他就發現他跟那些家人一起 或者跟過去過了生的那些親戚 是大家聊天的 那這個直酸鈣的 精神狀態的處境就是這樣的 在體型方面 直酸鈣通常都是瘦瘦 細細瘦瘦瘦 那個人是比較怕冷的 那他手掌、腳底都很多汗 甚至乎手指尖的汗都出現 那他很多時候是出現一些病症 病狀 譬如鼻鬥炎、肢氣管炎 通常是會附有些很臭的分泌 在臨床應用方面 直酸鈣就會用在一些小瘦的兒童下 亦都是用在一些角膜的毛病 譬如眼角膜那裡有些分泌 還有一些潰瘦、潰瘦的狀態 所以他們可以用來治療白萊醬 還有腥瘦、腥瘦、大頸泡 還有上皮瘤、紅斑狼瘡 其他包括糖尿病的異形 陰狼的水腫 還有很有趣是可以幫助一些 阻擋著這些乳癌 惡性潰爛的乳防的毛病 直酸鈣是一個比較深層的 深入的藥 所以他的病通常是慢慢來的 慢慢去到一段長的時間 然後才到達他的問題 他人是比較弱、瘦、怕冷 但也不可以過熱 他那些熱也不可以 他人是很敏感的 可以這麼說 是不喜歡戶外的空氣 因為他本身體能是沒有什麼熱能 所以對他的冷是特別敏感 尤其對風方面是特別敏感 很容易傷風 而他傷風的時候 他流的那些分泌 通常是厚厚、綠綠、黃黃的痰 亦都可以用在皮膚的問題 瘡戒、濃腫、癢癢 通常在這種情況下 傷口的分泌出來的 通常都是厚厚、黃黃、綠綠的 我通常在臨床上 我會用在一些 年輕人的青春痘痘 那些暗瘡 通常都是根據他們的體型 這種型的人都是屬於瘦瘦的 不太強壯、不太健碩 這種體型、怕冷 不太強壯、不太強壯、不太強壯 這個療劑其實是一個中型的療劑 不是大的療劑 但到你需要的時候 你都可以用得很好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沙甸街、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亦都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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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今次節目來到這裏 下次再見,拜拜! 再見